七問字 韓國的酒是最便宜的 還未成年的 不要喝酒 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想跟大家說韓國的物價 因為平時也有收到很多想來韓國住的朋友的疑問 就是看韓國買東西會不會太貴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逛逛韓國的超市 先看看 這裡是不用的 就這樣拿就可以了 我覺得每一間的價錢差不多 就是欠在每一間市場會買的貨品有什麼不同 現在就跟大家說說 我和朋友也覺得在韓國買得最貴的東西就是 水果 這個是提子 1萬2千8萬塊 大概5KG 就是它一定要這樣一盒 你這樣5公斤一個人怎麼吃到呢 但其實是挺漂亮的 我覺得在Matsu裡面買水果 其中一個好處就是 通常都會看到這些品質是很漂亮的 因為很多時候你去街邊的水果檔 它是便宜的 但應該是熟透的 但我覺得如果它可以一抽一抽買就好了 它這裡會便宜一點 它這個是2.5KG 8500 這個好像是漂亮的東西 這個我記得Shine Mosket 我們這邊看看這個水果桃 1萬3萬 對 因為現在蜜桃開始不是貴子了 開始轉動了 是別的東西是貴子 我們看看Kiwi Kiwi呢 它也是要這樣一盒買的 1萬1800 金Kiwi 還有這個綠Kiwi 哪個好吃的 金 甜一點的 我沒吃過 所以你會看到價錢貴很多 但是韓國可以散買水果有什麼地方呢 對 傳統市場 或者是家裡樓下的水果檔 但有機會是不新鮮的 所以多數我都會來買水果的 多少錢 6000 其實真的很負擔 所以只是從來不吃水果的月 對 它這個西藥可以一個個買 但是它也是寫了5500個的 不 你可以的 因為它這裡有膠袋 你也是可以一個買的 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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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這樣一袋袋入 8000W 其實我呢 很喜歡吃橙 每次這樣買一袋回去 我吃得很辛苦 我吃得它爛都沒吃完 所以我的方法就是 吃不完的水果我會用來炸汁 所以我家裡存在了一個炸汁機的原因 就是因為為了去消滅我吃不完的水果 檸檬 橙 牛油果 好像跟香港差不多 價錢 香蕉就好像 差不多 價錢 我要買橙 其實它7元一個真的很貴 但我都很想吃 試一下 買三個 這邊全部都是有機 看一下一個有機菜是多少錢 這個是 應該只有10塊 我猜這個生菜 不過我覺得有機就算了 有機比較貴一點也是OK的 我覺得其中一個我認為是便宜的菜 最愛就是這個 是不是叫雞腿菇 算便宜 還有茄子我都可以 要買五個兩萬 對 有痛苦 一個人可能兩條就頂盡了 這個就真的貴了 香港街市買10塊 又不是三個 好像有 你看這個青瓜也是 青瓜也是3千元 7元一條 這鏡子你看多快 990元 這些菇 他們很喜歡一盒撇氣 4千4元 然後我最喜歡的金針菇 超貴 超貴 好像20元 3千4元 不過有時候有分的 有些會便宜一點 但是小窄一點 然後洋蔥 我覺得洋蔥 我覺得OK 這個好多 1.8kg 這個4千多 很貴 很貴 三十多元 蔥一定要這樣一大閘買的 這些大蔥一定一大閘買的 怎麼吃啊 所以一個人住的人 其實為了對付這些大的份量 我們是有一個很好的對策 就是把所有東西洗乾淨 然後切好 放雪上 你就可以冰很久了 雖然是有機會破壞了 它的營養 健康成分 但是更好 它爛了 然後浪費 因為真的沒辦法 因為每次都要這樣賣一大閘 所以你力力不切開放雪上 你真的不知道吃多少年 好這些沒有機的 沒有機 看看多少錢 空心茶 這個是通菜 通菜一包10條 是2千萬 14元 我想說的就是這個 幾片菜仔 然後是3千塊 韓國的菜和水果 是真的偏貴的 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現在開始帶大家看一些 不算特別貴 是價錢正常的東西 給大家看 就是雞蛋 你看看 它是一級 然後15隻是3千萬 韓國蛋 差不多 不用一塊一隻 蒜頭蛋 有沒有蒜頭味 吃蒜頭大的雞生的蛋 好想嘗 有沒有小盒一點 好可愛 然後有些是有機 有機 有機比較貴 有機就是6千多 然後10個 蛋是算便宜 我幾天吃蛋 所以很多時候在餐廳吃飯 人家會送一些免費的東西給你吃 很多時候都是雞蛋 就是因為雞蛋不算是太貴的食材 但是有時候吃雞蛋 那個蛋黃會很紅 有有 我不是很喜歡那些 而且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原來雞蛋是有保鮮期 還要保鮮期 還要保鮮期 很短 我大半年前的雞蛋 我吃到上個月就沒吃完 我還在吃 搞錯 你為什麼不知道 那個盒子也有寫的 預防大家不知道 我拍給大家看 呆了小姐 吃了半年過期 小姐 如果我們看海鮮的部分 多少錢 因為現在快要下班 所以它有一個便宜的價錢 本身就是70元 70元這麼大隻蝦 它是韓國產的 蟹 我們這裡有蟹 蟹是多少錢 又是國內產的 蟹好像不錯 很小 因為一隻手這麼大 現在9點半 所以晚上是側平的 最準數 知道嗎 有很多不同的魚 這個什麼魚 補魚 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好吃 這個煎很好吃 我們看鮑魚 70元6隻 即10元一隻 魷魚又吃完 3隻 海鮮不貴 對 海鮮不貴 它雖然是國產 但是解凍海鮮 解凍海鮮不貴 是正常的 這些會貴一點 因為生糕糕的 挪威三文魚 這些是入口的 看看多少錢 130元左右 好像差不多 差不多 它沒有啊 特別快 嘩 我想買一條回去吃 龍燈泡煙 也是8點9點時間買 一樣這個尺寸 5000元左右 這個要吃 這個是 對 可能它很新鮮 可能你買的超不新鮮 然後就是各位最緊張的肉類 首先給大家看一下雞類 我喜歡 這有兩隻 這有小隻 你看到嗎 6300多元 四十多元兩隻 你看看 它這個是大的 這個有點太大 不是 但如果用份量來說 價錢差不多 7500元 6300元 但是下面這個是很好 為什麼 它是圓隻的 那那些呢 上面這個是切好的 啊 所以是未切的 會比較好 嗯 為什麼 女士們很喜歡雞胸肉 5400元 最通常買就是雞翼 那你幾個多少錢 沒有寫我 大哥 我通常買是6000多 10-13隻左右 然後旁邊是豬的部分 Gram數的話 你剛才那裡是1000g 這裡是300多g 那這裡是4000多 那是雞便宜很多 但是我們說 我們有醃了的豬 本身是70元 那這些還沒醃的呢 它是一等級 豬 阿達利 它全部的肉都寫了 是怎樣用的 是呀 我也很好 這邊是牛 這邊是shabu shabu的牛 澳洲茶 它呢 雖然說是bougouki 但其實它這樣切了一塊塊 可以外來打火鍋也不錯 牛排 這個澳洲牛排 這個22000 這個多少錢 剛剛這個多少錢 這個是18000 好了來到韓牛的這個部分 介紹一些好吃的位置給大家 譬如是這個 還有韓牛是有分等級的 它這個是一家 所以它276g 是4萬多瓦 但是要看部位的 譬如這個Tung Shim Tung Shim也有好吃的 所以它的價錢呢 它也是一級 它也是一家 所以它的價錢 跟剛才這個 是差不多 你看它的雪荒 多漂亮啊 它這裏有寫等級 它這個是一級 300g左右 就是3萬5 香港吃就會很貴 但我覺得在韓國 這個價錢是非常可以接受的 最高級就是一家家 一家家吃下去 是真的入口馬上用了 而且真的會貴很多 但是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一家和一都挺好吃 價錢也算是相對上 可以比較接受 因為如果你一個人吃的話 你沒有一個人煮一頓飯 然後幾百元港幣 很貴的嘛 吃完好一點的韓牛 其實真的比較難回去吃 例如澳洲牛 或者其他牛 你是會覺得有分別的 其實我是會覺得 因為它這樣 醃不醃好了也好 它是這樣 2萬多瓦的話 我很寧願吃韓牛 因為價錢上差不多的話 還有因為韓牛其實是 你在非韓國的地方 比較難吃到的 那來韓國當然要吃韓牛 是不是 在馬長洞吃都不錯 大家如果來旅行的話 去馬長洞吃韓牛 是真的非常推薦的 豬骨 豬骨多少錢呢 大家應該很好奇 它是乾杯 它不是豬骨 但這些是骨 其實應該是煲湯 也好一點 1萬元左右 其實我很喜歡買這些雪藏肉 因為它又便宜和方便 它又可以放好久 因為反正如果買得太多肉 都是要放雪霜 那不如買這些 它大概是1萬元 但是你看它其實可以放一年 我們來看看熟食類 我自己偶爾都會買壽司吃的 你多少錢 10塊是12000 我就一定會等它特價才買 如果大家很喜歡吃這些伴菜的話 來韓國超市一定會有 它通常會這樣1萬 這樣3盒或者4盒 我是剛剛來韓國的時候會 就是貪新鮮就會買 但是我應該不是太習慣吃太多餐 所以我就後來沒有買過 冷藏食品 大家如果有興趣 煮年糕的話是4000元 這個麵包也挺好吃的 裡面有3個 披薩包 很多人買 這個是no brand品 韓國有一個brand 叫做no brand 其實它有獨立的專門店 有一間的 價錢我覺得會便宜一點 這包是2000多 這包是1600 然後懶人的話 因為這邊有很多炒飯 例如這些 超級方便的二人份 即食炒飯 這些4000多 然後我最喜歡的mandoo 其實我以前是不吃mandoo的 我覺得他們因為有太多brand 又會出很多牌子 每吃都吃不完 真的要逐款試 因為太多 而且有時候覺得好吃的 然後你會忘記 但我覺得有個不好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一定是兩包包著一起買的 你有沒有試過買單獨一包 我沒有試過 幸好保存日記是去夏年 除非你去便利店 便利店只有一包包買 小包一點 但是 會貴很多 對 我覺得這個唯一一個 韓國超市的不好 很多東西 全部分開 都是會一包 小腸 都是現在給你看 小腸 你看 很坑的蟹柳 它也是這樣 一定是兩包包著 其實我覺得挺好吃的 我也經常買的 但我覺得有原因 因為我覺得韓國人吃蟹柳的 刺鬚 那個機會率是挺高的 他們很多時候 例如你做kimbuk裡面都會放蟹柳 所以我覺得他們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這樣來買 你看看 又是兩包 這邊又是兩包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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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是我很喜歡吃的腸 但是 八條 我每次都吃得很辛苦 甚至乎 因為有一期吃得太多 然後我就 打算不吃它 但最後都很想念它 想買回來 然後 怎料一回來又是八條 好像很生氣 真的要share 這個終於一包了 終於 我覺得有一點貴 嗯 我不太便宜 對 因為你看看 這個 真的是我最喜歡吃的腸 但它要6千 它呈7千瓶 好了 我跟我朋友 都是強烈地覺得 韓國的牌子的腸都很難吃 因為其實我平時幾常吃腸 我就會經常去試不同的腸 看看味道如何 沒有一個韓國品牌我喜歡吃 暫時我喜歡吃的都是非韓國品牌的 果汁 相對上水果是平的 好了 我們來看牛奶了 看不同的品牌 我覺得它們的價錢 都有分別的 但不算是超遠 譬如這個是e-mart品牌 就是 1,700 但這些美瑞瑞瑞就是2,100 但是呢 我看到很多cafe 都是用美瑞瑞瑞的 包括大家很喜歡那個blue bottle 都是 我自己挺喜歡德國的 咦 它故意特別一點 它是900ml 我覺得全脂奶比低脂奶好吃 它是有芝士嗎 它說你怎麼喝芝士啊 我覺得很膩 好 其實最喜歡的拉麵都是新拉麵 多少錢呢 3,300 然後有五包 它現在是足球選手裡 有個代言 咦 有什麼分別 這個味道一樣 我覺得 那個味道一樣 那我先試一下 那我這次不吃這個 價錢一樣 那我先試一下 你喜歡哪個拉麵 我之前很喜歡吃新拉麵 對呀 新拉麵 我都很好吃 三樣都很好吃 但是呢 杯麵類就有一個個買的 我推介這個 我推介這個 這個就是cereal類 韓國牌的cereal是不好吃的 稍微比較好吃的是什麼呢 這個 我覺得可以的 因為它很好 你的最喜歡這個 它不是韓國牌 牌 我覺得Maxim在韓國的地位是挺高的 因為我不喝咖啡 你可以介紹一下 有什麼問題 Kongyu 它有什麼特別 通咖啡 我覺得真的跟在外面 在韓國這邊買的 亞美加納 差不多 是不是真的抵飲很多 然後是這些 但是它們經常都很大硬的 這些柚子茶 或者檸檬茶 巧克力 我呢 就比較唯一喝的是巧克力 我覺得這個好喝 這個 我很喜歡這個brand 三個半而已 一杯 挺便宜的 先買 好 給我燒到這個人 國文 維他命C 劉在石代言 韓國真的很喜歡喝這些維他命飲品 一個 我也說 我也不喝 所以 好 酒類 千一很便宜 七文字 即韓國的酒 是最便宜的 這個 和這個 長壽 都是出名的牌子 千二 所以大家如果想喝酒的話 來超市買吧 在餐廳喝實在太貴了 什麼料 很有興趣 人生物概念 很漂亮 真的很年輕 這個包裝 正常的燒酒尺寸 然後是千二 然後你看這個是 我很喜歡的 青提子味的燒酒 它也是千二 好美啊 但是難喝的 難喝的 弱味 未成年的 沒有喝酒 然後呢 這些都是燒酒 1.8L 你以為這個已經是大 錯了 這裡 都是燒酒 你是不是覺得已經很大呢 再給大家看 4.5ml 你是不是以為也很大呢 再看看旁邊 我要搬它出來 10.5ml 4.5ml 這裡 但其實呢 韓國人呢 你買這麼大瓶燒酒 你不是真的這樣喝的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會自己去醃 醃一些酒 他們可能會醃些什麼人參酒 或者什麼果酒 他們都可以去倒燒酒 我剛剛看見 我也覺得這個燒酒嚇到 好了 啤酒類 進裝的 膠裝的 觀裝的 也是啦 韓國的這些品牌 就會便宜一點 外國品牌 是會貴港幣7元 200多元之稅 便利店是這個尺寸 這尺寸 2500 這個我經常都會看到 這個300萬 在便利店買在800萬 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泡菜 大概 這裡是1kg 7... 9000萬 然後按上下 都是8000多 然後如果想要小包一點 就這樣小包裝 這個400萬 真的沒那麼划 E-Marty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東西賣 譬如是這些沙波蘭餐 這邊是全部儲具 然後再過去呢 就是什麼廁所用具 或者一些床上用品 好 零食 大家都對零食很有興趣 它是蒜蓉包味的 嗯 多少錢 2000多元 可以試一下 12包 我覺得它便宜 它是990萬兩包 而且一定要兩包 我不明白 這個挺有趣的 這個是檸檬芝士 挺好吃的 這包都出來了 算是2000多元 這個是有點冷健康的 超大麥做的 那一款零食來的 感覺是比平時的薯片健康一點 有豉油味 一方是蒜頭味 我覺得這條line都不錯的 我沒有吃過不知道 我喜歡這個 這個無敵 這裡啊 我要跟大家介紹這個 超級好吃的果醬 我買了回家吃的 它是芒果和菠蘿 就是這個啊 它超好吃的 因為呢 我上次呢 就在那裡 在那裡看 有什麼果醬 然後也是 西蘿莓 然後梅 然後蘋果 其實蘋果都不是普通 但是 都吃過很多次 然後突然看到這個 芒果 菠蘿 而且我覺得價錢差不多 差不多 這個是梅 不過我覺得梅好像有點高同 那這邊就是麵包 不過呢 麵包的話呢 我和朋友多數都不會超時買 所以我覺得是不太好吃 第二呢 大家看不看到 三個 然後就是一堆的 一條 真的想吃到什麼時候 其實它便宜的 2800 但是吃不完是重點 我覺得肉類或者是菜 那些水果 你也可以放雪上 但是麵包不行 所以我多數會在 那些叫什麼 那個Paris Baguette賣麵包 我覺得Paris Baguette的麵包 比較好吃 五餐肉的話 一定要是吃牌子的 還是 一定是spam 國民牌子 然後他們很多都是這樣 還有過年 中秋節送禮 是送這隻牌子的 好啦 大家不需要擔心 韓國是沒有這些 香港的醬料 是會有蠔油 你敢記 它有兩隻 但是熊貓這隻 是沒那麼好吃的 這隻會比較好吃 還有有豆瓣醬 都是你敢記 其實去那些 中華超市會有更多的 但是沒有醬油 沒有醬油 對啦 韓國的醬油真的 對 就是這邊 因為他們的醬油 種類真的太少了 我覺得不香 好 那在這裡做個小總結 就是我覺得 其實韓國的物價 和香港的物價 真的挺相似的 那韓國的水果和韓國的菜 價錢上有一點偏高 對比起份量 因為我覺得香港人 其實都挺常吃菜 和水果 而且吃水果和菜的量 其實都是比較多的 我剛剛來韓國的時候 很不習慣這件事 我以前在香港 都會買水果來吃 但是來到韓國之後 我就比較少了 因為我覺得又貴 而且很多時候都要很大量的買回來 根本是很難一個人 可以吃水果 但是肉類上的話 我自己覺得不算 特別貴 但是我以前經常聽韓國人說 我們賺到錢 我們出了糧 我們要吃肉 或者我們去慶祝什麼事 然後我們去吃肉 但是後來慢慢了解到 其實變成一個他們的文化 好像生日要吃生日蛋糕 然後日本的聖誕節 都要吃蛋糕 對啦 所以如果香港的朋友 是想來韓國住的話 關於食物上的物價 就是這條影片 我跟大家分享了 那希望 如果是要來韓國住的話 都可以有個心理準備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的話 幫我按鈴鐺 記得追蹤家中 可以知道我在韓國的東坑 那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就不怕做個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拜拜 這個影片 我們下期million 下期 AMP 到底